第一個 因為我要根據他去查到後面東西 所以我第一步先插入V路函數 所以找到V路函數 他有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要查什麼 查班級代號 去哪邊查 去這個表格 表格記得 你不要選到A1啦 理論上我覺得A1不需要 因為我要查是查裡面資料 這個上面欄文名字不要選到 所以A1到C15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請你把2跟15先前面鎖起來 為什麼要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這個範圍 查詢的範圍並不會改變 如果你向下填滿沒鎖起來 他變2變3 3變4 那15會變16 那範圍就跑掉了 那查第幾欄呢 這個範圍的1 2 3 所以是這個範圍的第3欄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 好 這樣都ok了 按確定 第一個部分完成了 那其實 我們應該把它改為通用 其實 其實你不改沒關係啦 知道裡面是30就可以了 因為你改為通用 到時候呢 他的日期 也要再改回來 所以要改來改去 主要是知道30 30必須除以3 為什麼除以3 因為 一個禮拜 3小時 30個小時是幾週呢 所以必須把第1週開課 這個第1週減掉 所以減掉1 記得外面一定要再包一個小瓜糊 因為如果你沒有包小瓜糊 他不會先算減1 後面再乘以7天 OK 特別重要這個小瓜糊一定要先做 先減掉1之後再乘以7 如果沒有這個小瓜糊變成是1乘上7 再去跟前面減 答案就錯了 OK 打勾之後應該是63天 鄉下填滿當然 每一次的天數都不一樣 他全部幫你查完了 那 這個63是63天之後 所以呢 就是前面再加什麼 把這個日期 放到前面來 所以這個日期 再減掉 應該不是減 應該是加吧 加 63天之後 請問是哪一天打個勾 OK OK 也就這個 當然這個是通用格式啦 按右鍵 出存格式 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回日期 哪一天 2010的9月4號 向下填滿 這樣全部都做完了 OK 那再來的話 其實日期 格式如果跑掉啦 比如說我希望這個格式 長得跟前面一樣 可是後面兩邊好像不一樣 不mage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 把這邊的按右鍵 儲存格式 然後 這邊不是有制定嗎 請你把這個制定裡面的規則 其實他應該是要長這樣才對 這個裡面的格式 那把這個格式放到這裡面就OK 所以其實有個方法 你把這個 複製一下 取消 到這邊按右鍵 再到儲存格式 把它改成什麼 制定 或者你自己改 有沒有 它其實是什麼 一個減嘛 然後刮弧 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貼上 就是這樣 一個減 mm 減滴滴 然後 後面加滴滴滴 滴滴滴就是 滴滴滴 好像就變成星期幾 但是英文的 OK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OK 公司部分雲端上也有放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往給各位 OK 所以 不是 backbac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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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